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 已经是尽自己的全力去塑造这个角色 经历了魔鬼的45天 然后变成了大家看到的 镜头里看到的长远熊 这个东西会很煎熬 但是出来的效果你会很欣慰 当时知道有这个项目的时候 先去看那小说 他们再把剧本发过来 看完小说会觉得这个男孩会有点 对 长远熊会有点怪怪的 其实我们在看到剧本的时候 已经跟小说不太一样 除了故事的主轴没有变 就是那个论文的这个故事的主轴没有变之外 大部分对于长远熊的人设和 三个人之间的情感纠葛的东西都不一样 就是这个吗 绝密文件丢失 学员石俊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校领导决定 开除学籍退出蓝天地刃永不录用 既然是李线来塑造 那当然就是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诠释长远熊 我觉得百合界心理年纪很小的很可爱的 就在一起很好聊 然后并且很好沟通 长远熊在自己的人生当中 遇到了自己一个最心爱的姑娘 那其实他对这份爱情的执念 是非常干脆的 非常纯净的 可能爱情和亲情的交织会比较 是他们俩之前的这种感情 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和我们大家所希望看到的情爱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说 希望大家能更加的相信吧 我也在尽我自己的努力 包括造型上和戏的那个成熟稳重上 尽可能的展现出来 比我自己本身年纪要大一点的人设状态吧 其实大家往后看的时候会感觉 长远熊会比李线本人的性格会更加沉稳一点 刚进组的时候 他好像之前是在拍别的 还是开演唱会 反正特别累 特别辛苦 然后他特别的憔悴那个时候 然后也很瘦 但是他为了塑造十月这个角色 他就一直在 就每天拍十几个小时回酒店了之后 还是去健身房去锻炼 就是眼瞅着他比我瘦的状态 到慢慢的跟我一样 然后比我壮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就是欣赏他的一点 直升机并没有飞起来 是在绿部背景下拍的 因为两方面吧 一方面是我和陈伟霆 两个都不会开直升机 你不可能现在就直接说 把我们送上去 没有教练的情况下拍这场戏 第二点就是 你如果是我们俩真开上去了之后 摄影机该怎么办 摄影机得在对面的一台直升机上面 对着我们 两边都不能晃 晃了之后这条不能过 那这种相当于这种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太低了 所以我们就还是以绿部的方式来拍这场戏 这是比较稳妥并且快速的方式 对 我觉得主要是现在没时间太忙了 然后等忙完这阵子之后 可能会去跳个伞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空中的感觉的东西 可能会比较刺激 就是真正体验一下 垂直向降落的这种感觉 会跟当时在直升机失控的状态 可能有点会比较像吧 刚拍完和神的时候 就爆瘦到140斤 其实1米85 140其实还挺瘦的 其实我在ins上发过我的对比图 对比图真的就是从和神杀戚那天 到南桥晋祖那天的身材对比 就当时真的是从140斤 然后增机增到160 第一天跟林岩导演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你现在太瘦了 你要演一个军人 要演一个特训影里出来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你要演长剑熊 你就必须比现在起码得撞一圈 然后我说45天开机对吗 他说对 我说OK够足够了 然后就经历了魔鬼的45天 然后变成了大家看到的 镜头里看到的长剑熊 当时就还蛮苦的 当时每天就是水煮鸡胸肉 然后一些高蛋白的东西和一些蔬菜 然后味道重的都不吃 火锅不吃 可乐不喝 就每天就是锻炼 每天就是有氧无氧 然后吃这些素的要死的东西 就变成了大家看到的那个样 这个东西会很煎熬 但是出来的效果你会很欣慰 我拍杂志的摄影师也希望我多了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我觉得节制极高级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 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 这本书很有趣 它是教你如何控制自己的心智的 那其实我看完那本书 我就开始尝试去控制自己的心智 那这个东西很难 就比如说你每个人都有欲望 比如说对烟酒的欲望 比如说对美食的欲望 那如何能控制到这些东西 其实是要从一点一滴开始锻炼的 然后后来就是我可以控制去健身 我控制让自己去减肥 我控制让自己保持有好的身材 这些东西都是慢慢通过控制心智来变成这个样子的 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自己在塑造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 已经是尽自己的全力去塑造这个角色 其实那就是它会播成什么样子 或者说未来会呈现出什么样子 这个东西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但是我已经尽我全力去塑造了一个常见秀 所以希望大家看完了这个东西也会喜欢上李希腺所试验的这个常见秀